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我跑过来台山市水埗镇 下面一个白泥波村 这里是村道旁边的一棵古荣 今天好像是台山市一个爱国卫生清洁日 所以很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出来 来这里扫街 执垃圾 搞卫生 因为我今天走过很多地方 都见村子很多年轻人 一看这些不是村民 我问他们 他们说今天是卫生日 这些街道 居委派他们出来 移务搞卫生 这里是一条村道 我镜头正在拍摄的 这里就是白泥波村民的新宅 老宅 一走进来就有一个楼市宗池 这个池塘是最近翻新改造过的 白泥波村 就是坐西向东的 原来这个白泥波村 就在新台高速的旁边 这些村民养了很多鸭 前面这个风水塘 整个村的地形是高了的 因为风水塘是在村的下面的 风水塘的水很漂亮 很碧绿 这些村民最近建起来的小洋楼 我从两座新宅之间的小巷走进去 里面 后面真是很荒凉 那些泥村屋都塌了 进来这些地方 从地面有些水壶和鞋 这一座叫做新宅 它还未贴瓷砖 就这样水泥批档就住人 这些泥砖屋都塌了很久 起了青菜 这个门前两幅旧阵时遗留下来的 红色雨绿 什么 跟共产党走 紧跟共产党走 上面环批就看不到是什么 这些都是上世纪 土改文化大革命那时候 留下来的痕迹 我现在在走这些小路 哇 后面 上坡之后还有一片老宅 我找一条路 走上那个小肚坡上面有一片的 亚背顶老宅 这个楼梯都掌满了青菜 估计可以从这里走上去 啊 这里可能真真正正白泥坡的老村 我一路走上去 我一路走上去 全部都荒废了 这个楼梯 为什么叫白泥坡村 我现在才知道 旧阵时这个村就在一个山坡上面 哇 哇 那些野草 比人更高 拍到下面的那些 雅背顶老宅 新宅 整个村就是 坐西向东 刚刚我就在这条小巷走上来 现在移过来 有一路有楼梯我就走上去看看 但是 真是很风凉 那些路都起了青菜 如果你说下雨这样算 真是陷低 都不是老宅的了 可能都是四五十年 扭龄的解放后再起的民居 下面这边就用一些大马石 雷起一个地基 一路这样走楼梯往上走 那你就很清楚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白泥坡村 上到这条村的最高了 原来上到这里还有一条路很漂亮 有村民住的 前面都建了一些新楼 那这些新楼我估计都看了外墙 都是旧阵时四五十年前起落的 前面这座泥砖屋 这座泥砖屋也没有破坏 这座泥砖屋也很多年 我就是走这个楼梯走上来 一直在那个水塘 走楼梯走上来 这里就有些居民住 最高的了 这里有个门牌 写着白泥坡村166号 又叫做天师坡 这座泥坡村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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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泥坡村1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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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泥坡村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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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吵,不吵你了,阿毛,你好,不吵你了,不吵你了 是呀,這裡還有很多人住 這裡叫白泥坡,為什麼叫白泥坡 為什麼這裡叫白泥坡,因為這個村子是沿著坡 這些就算是新宅 這裡已經是波頂,最高了 上面還有村民住 老闆,你好 我拍一拍這些村民的老闆,華僑看看 這裡有些華僑出去了,可能很多年沒有回來 他們聯絡我,有空來台山水埗白泥坡,拍一拍我鄉 所以我拍一拍這裡的景色 多一些是 這些,老屋真的很舊 真是 舊陣時的華僑留在老宅 矮矮,小小間,但正門口的裝飾 都很骨子 屋簽下面還有一些很簡潔的 文墓,石雕套案 舊陣時留下來的革命標語 是一心為革命 出去了華僑的祖屋 我現在 一直這樣拍下去 看到這個祠堂 雷公祠,不 這是劉氏 都是劉氏中族聚居的地方 阿牧,你好 好,滾腳 拍一拍那些路窄,給華僑看 聽不見嗎 阿牧,你好 阿叔,你好 阿叔,你好 好 這些路窄很漂亮,裝飾得很漂亮 門牌號碼 白麗波邨 188號 基本上下面塌了很多路窄 不過住在波頂 也挺舒服的 旁邊這裏 那些青磚舊時候 你看看那些建築質量很漂亮 青磚紋霧 又密又不直 好像用筆苗上去 在門口養了一隻 大狗 這些路窄基本上都有人看屋 我順著這條水泥路走到波底 剛剛我是走樓梯上來的 白麗波邨感覺更荒涼 因為現在又靠著山邊 祠堂旁邊原來有一個 叫做吉隆梨書室 可能這裏又叫吉隆梨 這邊習慣不叫私屬 是叫書室 我們走出來祠堂正門 這個就是樓氏室 這個就是樓氏室廁 這個水堂 是在村下 因為這地勢由高往低走 因為地勢由高往低走 這座老宅叫做維春書館 一條村有兩個書館 文化氣氛也挺濃的 今天我在台山水埔鎮白泥波村的拍攝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拜拜